哇,這就是蝙蝠洞秘境,真的太美了 今天我們要來到東北角 這裡是一個顯為人知的珊瑚秘境 由於是秘境,我們今天就站不公開詳細地緣喔 今天人也不錯,一下水就遇到高清的水礦 這一片珊瑚森林的範圍不是很大 不過只要在這個區域內,珊瑚密度都還蠻高的 順道一集,這片海域有一股特殊的能亂流 會在水中產生一種模糊視覺的海市滲樓畫面 試著換他們,覺得いい啊 這裡就是讓我驚艷的神祕珊瑚洞穴 各種不同顏色的珊瑚 層層堆疊排列真的是太努力了 我們似乎找到了傳說中的珊瑚森林 這裡的熱帶雨爆多 其實就是漁兒門的珊瑚樂園 不過這邊有部分區域的水池還是蠻混濁的 不過在陽光的照射下 這種氛圍還頗有秘境的神秘感呢 這塊區域其實水深只有兩三米而已 可以說是在非常淺的深度 就可以看到如此多美麗的珊瑚 所以今天我還特別帶了短蛙來到這邊 因為長蛙在這邊如果控制的不好 可是非常容易會踢到珊瑚的 跟著好友們 悠遊在這一片珊瑚森林中 真的是太舒服愉悅了 很久不見 C的油門 这里的美景除了让我们感到惊艳之外 我们也见识到人类对大自然带来的破坏 这里的垃圾、渔网、甲耳随处可见 还有杀戮过后的痕迹 这是一尾与钓客搏斗之后的龙胆石斑 虽然钓客输了 但它并没有因此而挣脱了渔沟 最后也是筋疲力尽沉入大海 愿它安息 我们尝试清理这边的垃圾 但数量真的太多了 只能呼吁各位看到这支影片的朋友 大家要有环保意识观念 珍惜我们的海洋支援 之所以不公开详细的地点 是为了避免不守水性的伸手 一个不小心的动作 而对珊瑚造成永久的伤害 珊瑚一年只能长几公分而已 这里的珊瑚能够如此美丽 都是几十年来累积下来的成果 如果你是位资深的赤浅玩家 相信要从浅犯口中探听到此处也不是件难事 希望这样美丽的珊瑚森林 能够在北台湾继续保存下来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 并呼吁大家一起珍惜我们的海洋支援 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别忘记帮我按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